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18岁的新秀刘明星 对战气势捣链的宋凯文 旗鼓相当 火拼三局 擅长重拳出击的上喜峰 对战喜欢长腿控制的李涛 重拳步步紧逼 长腿步步为零 好 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这里是太极文化胜地 河南温县陈家沟 河南卫视武林峰全新一代的节目现场 我是主持人关峰 欢迎大家的光临 这也是武林峰全新一代第一次走进陈家沟 在这里我们会用一场又一场精彩的比赛 向中华传统武术 向太极文化致敬 那我们的全新一代呢 是中国最大的青年自由搏击职业联赛 致力于展现中国力量 弘扬民族精神 传播中华文化 那今天我们要为大家带来的是 2018赛季 WL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在精彩的比赛正式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看我们的新锐挑战赛的赛制规则 全新一代 中国规模最大的搏击新锐选拔赛是 2018 全新出发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就是 65公斤级的首场淘代赛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 来自一龙奥宇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人 今年只有19岁 身高1米75 当前的战绩呢是七胜三负 我们掌声 有请宋凯文 大家好 我来自天津市河北区宋凯文 我来到这个舞台 第一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 第二 肩负着兄弟亲人的气派 所以我将千里以赴 打倒我的对手 我是一龙奥宇宋凯文 红方选手来自星雾创新 搏击俱乐部的一位年轻人 今年只有18岁 身高1米76 当前的战绩呢是五胜两负 掌声有请刘明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ni 章材办张兴 比赛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在河南温县陈家沟 为您呈现的是武林峰全新一代 我是韩燕 我们今天的解说嘉宾是 龚燕丽 大家好我是龚燕丽 龚燕丽在我们深圳的比赛当中受了伤 现在问一下伤怎么样了 恢复的怎么样了 大家不用担心 我的伤势已经快痊愈了 希望你早日的登上了一台 我们看这场比赛 这是一场65公斤级的 WI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的淘汰赛 红方选手来自新武创新博击俱乐部 刘明昕 蓝方选手是来自 一龙奥与国际俱乐部的宋凯文 对这场比赛应该挺好看的 这个红方一上来 一上来 特别特别一种脸上一种自信 一个跳锡 他们两个的技术风格不太一样 这个蓝方蓝方喜欢更喜欢打拳 而且这个红方好像拳腿都有 一个肌肤 全新一代选手的特点就是在第一局上来就拼打得比较猛 就好像是没有这个试探 给自己留一个试探的时间 对 但是我觉得新运的员上来之前就要有这种猛劲 别管输赢 上来就是干 这样比赛的话也会好看 再能让观众更容易能够记住它 但是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第一局你就冲得这么猛的话 体能也是要考虑再去的一个因素 对 体能会受很大的影响 随着他们比赛的经验吧 他们的这个比赛经验丰富起来之后 他们会分配这个体能 这个双方的教练都很着急呀 是的 我们现在看红方经过这第一局的比拼 到现在为止两个人的体能都有下滑 对对已经出现了问题 对 对 从这肚子上的速度已经开始减慢了 嗯 对 肚子上的速度已经开始减慢了 对 肚子上的速度已经开始减慢了 而且两位的手也明显的 拿的那个位置就不是一个很好的位置了 好 第一局的比赛马上就结束了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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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好的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了 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进入到我们的晋级赛当中 和下一场获胜的选手进行对抗 同而争夺今天的新锐之星 这是我们的一个赛制规则 所以即便是新人来参加全新一代 可是我们的赛制对他们的要求也是非常的残酷的 这个红方一进攻拼拳就是后直前钩 然后就是组合拳的往上上 我们一直听到蓝方选手宋凯文的教练在跟他说要出三拳 不要出单拳这个是光源利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战术 他意思就是不想让他这个学员打法太单一 打法太单一的话往往他打不进去 然后你看红方打拳的时候总是一拳两拳三拳这样一个组合组合往里进 就算你第一拳打不上的话第二拳就会击中 去打组合的话会更漂亮一些 好像这个蓝方还是打不进去 从两位的打法上来看包括教练的指令来看确实是新人 对对 这个红方应该是应该是有些散打基础的 他在步伐上比较灵活 这个蓝方蓝方这个是宋凯文 对这个步伐好像就比较死 一直往里进一直往里进 其实到了这个刚好这个距离是两个准备好了之后 胳膊一伸够距离谁先打谁就有 因为他们毕竟是新的新的搏击手 对说对于这个经验来说还欠缺一些 所以说谁先打谁就有 积极主动进攻才会占有优势 对 后直前摆 三拳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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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有了 有了 现在打的是比较激烈啊 有了有了 这个时候蓝方的选手好像是才找到感觉 对对现在已经第二局已经有感觉了 对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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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两个刚开始打的时候动作比较快 对 然后一到这一局的最后体能就出现问题了 动作就会减慢 所以动作速度就下来了 对对对 对对对 钥尔 用 得 打 好 这里 太乐 好了 这是两位第三局的比赛 他一上来就会猛 对 因为蓝方选手已经找到感觉了 对 其实对于一个新的运营来说就应该这样 对 不要 尤其到第三局的时候不要保留体能 两个击伏击中 现在他们两名拳手打得很激烈 两位指导的教练也很着急 很着急 刚才已经是第三局了 对对对 刚才是一个前正登堵击击击倒在地 好 别让你机会 他打不动 再来 再来 现在体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往上点 再来 其实运动员在很累的时候 很累的时候不光是考验他们的意志品质 还考验什么 过多的是在平时训练中养成的肌肉记忆 当你很累的时候 你平时训练习惯打什么动作 你在很累的时候闭着眼都会打 那是练的比较多 这也是交给新人的一个小诀窍 对对 所以说不光是看似简单的一个左右直拳 要反复练反复练反复练 形成肌肉记忆 对 练多了之后他才能打得出来 对 你说简单的动作一学就会 甚至一看就会 但是如果说练的少的话 一样用不出来 对 尤其是在没有体能的时候 对对 很关键 现在看他们两位是明显的这没有体能 这个红方的体能下滑的比较厉害 对 比较被动 在前两局的时候 红方还一直黏着蓝方去打 等到第三局体能一下滑的时候 你再好的技术都没有用 对 没有体能的支撑 已经是无法发挥了 所以说你再好的技术 如果说没有体能的话 没用 一样没用 对 一二三再来两个 谁三局的 小二 在前一局到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二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三号裁判 二十九比二十八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祝贺刘明希 大家好 我是刘明希 这次比赛打的对我来说不是很好 发挥的没有到位 体力各方面出现了问题 技术方面没有完全发挥出来 训练方面没有顶航圈 强度没有达到 比较失望这次比赛 打的不够精彩 看下一场吧 下一场我会尽力的 全力以赴 接下来登场的是 尚喜峰对阵李涛 胜出者将与刘明新 进行一场新锐挑战赛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太极文化胜地 河南温县陈家沟 河南卫视全新一代的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的光临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进行的是 WIF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8赛季的淘太赛 65公斤级的比赛 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 来自格斗勇士搏击俱乐部 今年20岁身高1米77 当前的战绩呢 是三升一负 我们掌声有请李涛 好 大家好 我叫李涛 来自格斗勇士搏击俱乐部 听说我对手有着不熟的战绩 但是我事而不畏及他 学习成音 散散而见 我是李涛 红毛选手来自郑州顺远 搏击俱乐部 今年也是20岁 身高1米74 当前的战绩呢 是六胜三负 我们掌声有请上其风 这下集中 江湖 了解 有分远 这下集中 场上裁判赵岩 比赛现在开始 好的 观众朋友 这是65公斤级的中国区新锐挑战赛的第二场淘汰赛 红方选手是来自郑州顺远搏击俱乐部的上喜峰 蓝方选手是来自格斗勇士搏击俱乐部的李涛 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和上一场获胜的刘明欣进行晋级赛的比赛 从而来争夺今天的65公斤级的新锐之星 你看这场比赛 龚远丽和上一场比的话 这两位就感觉有那么一些经验 因为第一局刚上来没有说上来就拼 对 没有说上来很拼 没有那些乱打的动作 感觉两位还是心里有底的 在说在往往比赛上第一场比赛 所有比赛第一场比赛也是最不好打的 对 这两个看上去比较冷静 对 比较稳一些 这个红方是上喜峰 蓝方是李涛 通过你这么多年的比赛的经验 包括对这些俱乐部的了解 你觉得顺远搏击俱乐部 他的俱乐部的运动员出来有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其实这个每个俱乐部有每个俱乐部的共性 对 比如说我就会让我的学员先从步伐 因为步伐往往这个步伐 对方能不能打到你是距离距离的问题 对 所以说一定要掌控这个距离感 每个俱乐部的教练 教练喜欢的风格不一样 就会教出学生的风格会不一样 但从这一场来看就没有上一场的激烈 对 作为观众来说肯定是比较喜欢一种上一场的那样的感觉 拼打比较激烈比较火爆一些的 对 更看着比较精彩 对 其实不光是观众我也喜欢看那种拼打很激烈的很精彩 对啊 对 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是红方是稍微是主动一些的 对对对 其实还是经验经验的问题 比如说刚才到了这个角落里的时候 完全可以把这个篮方压到这个角落里去打 但是他都没有掌握没有发现这个机会 对 他没有那个要压进的意识 对对对 现在第一局结束 打比较升线 一定是被述摩 第一局 Bert 好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这个这个红红方的打法一直在他的拳法上 这个蓝方一上来就连续的低扫腿提了三个 刚才一个接腿 其实在这个全新一代的规则上 是不允许打了之后再去做摔法的 对 现在很多人不明白这个规则 就像上一次年终胜典的时候 科尔跟那个谁打的那个一直就是这样 不太明白规则 接了腿之后 一直想打完之后再去做摔 红方的拳法看上去还是不错 但是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来说技术一定要全面 其实训练的时候一定要针对性训练 针对这些以拳法开路的运动员怎么去打 因为他进攻就是拳法 他一进攻就是拳法 针对这样的对手应该怎么样去训练 针对于这样的对手就这场比赛来看 觉得蓝方选手李涛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 他可以防守反击也可以直接打赢击 这要看他们教练怎么去指挥 其实所有的战术啊 都要看这个运动员敢不敢去用 如果说你教练给他布置的再怎么好 他不去完成 他不敢用 对一样一样是没有效果的 你现在我们现在来看蓝方选手李涛 从第一局开始打到现在 他好像一直都是那种没有特别的能够进入的状态当中 好还有十秒 因为他在他的腿法上觉得能占到优势 对反正是红方选手的拳越打越顺了 对对因为蓝方一直怕拳 他就会一直喜欢打拳 对 好的 我们的比赛继续进行 我是看比赛看的 凡是能够抱在一起做摔的 我知道肯定是练过散打的 散打戏转过来的 练过散打之后转入这个职业波击的 但是按照我们的规则的话 散打戏转过来的运动员倒不是说他对规则的不了解 在比赛过程当中他时不时的会摔一下 这个是 是因为习惯动作 是习惯动作 也是像刚才我跟你说练多了 形成一个肌肉记忆了 练得多了 他自然而然到那儿 他就喜欢做摔 这个红方还是一贯的用拳法开路 对因为他觉得拳法进攻的话 对他来讲他还是有优势的 对 蓝方拳手我倒觉得一直没有一个 很合适的去 找不到好的方法 应付上喜丰的方法 但这个红方呢一直打拳的话 会占到便宜越打越自信 但是我之前也是练散打的嘛 练散打的时候对这个拳法要求 并不是特别严格 这个怎么讲 因为拳踢打摔 还有摔法 因为拳打的时候不是很明显 摔倒的时候很明显 每个裁判要给你加分的 所以说练腿 对练腿练这个摔法练的比较多 但是在搏击啊必须要加强这个拳法 拳法对 其实运动员有的时候 在擂台上的这种激情也是对方给的 有一部分应该是对方给的 你看今天红方选手上喜丰 他遇到了李涛这样的对手 他即使很有激情 我觉得他碰到这样的对手 打不出来他的激情 对对 这个蓝方更擅长腿法一些 体能下降了 现在是我们第三局的比赛 往往第三局的时候体能都有所下降 体能下降 但是脑子一定要灵活啊 对 好 这场比赛获胜的选手将和 上一场比赛的获胜选手刘明昕 进入到下一局的教练 来争夺今天的喜瑞之星 也就是我们65公斤级的四人战 对 一个勾拳 好 还有十秒 一个运动员比赛打得怎么样 就能看到他这个备战情况 对 还有平时训练的情况 基本上一上擂台的话 都能够看得出来 是不是过完年之后一放松 然后就减少训练的次数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 放射 赢得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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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特— 可以 没有浪费太多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一场决赛 然后体力还是有所保留的 决赛的刘明欣没有表现出异常的兴奋 稍作调整后就来到擂台边 和教练一起观看第二场淘汰赛 我观察了一下下一场的对手的比赛 技术方面他技术方面比较好的 没有拼难性的结果 我希望下一场用我的技术方面战胜比赛 在刚才结束的比赛中 面对打法凶狠 擅长拳腿对攻的宋凯文 刘明欣拿出了必胜的信念 敢打敢拼 表现出不畏强敌的勇气 下一场比赛我会调整好我自己的状态 不会体力再出问题了 第二场淘汰赛获胜的上喜峰 对阵来自格斗勇士俱乐部的李涛 比赛一开始 两人互拼拳腿不相上下 比赛进行到第二局 面对身高必长有优势的李涛 上喜峰迅速调整战术 采用运动灵活的打法 逐渐开始控制比赛节奏 最终大比分赢得比赛 好 放下 其实现在感觉可以 没有浪费太多 因为我知道后面还有一场决赛 然后体力还是有所保留的 一切到场上再说吧 场上见可以 决赛来临 两人摩拳擦掌 谁能拿到WRF中国区 65公斤级 新锐之星奖杯 让我们拭目以待 好 观众朋友们 这里是太极文化胜利 河南温县陈家沟 河南美视武林峰 全新一代的节目现场 那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WRF 中国区新锐挑战赛 2018赛季的 65公斤级的晋级赛了 那即将登场的蓝方选手呢 来自郑州顺远 搏击俱乐部的上喜峰 在刚才的比赛当中 战胜了李涛晋级 那接下来的晋级赛 他将迎战的 另外一位红方选手呢 来自星舞创新 搏击俱乐部的刘明昕 刘明昕在刚才的 淘汰赛当中呢 淘汰了宋凯文 晋级到这样一个晋级赛当中 那现在我们用热情的掌声 欢迎他们两位登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现在开始 搏击俱乐部的刘明昕 蓝方选手是郑州顺远 搏击俱乐部的上喜峰 经过短暂的休息之后 两位要争夺今天的新锐之星了 拿到了新锐之星的奖杯 就意味着 有了向新人王金腰带挑战的资格 这两位是刚才比赛的胜方 对 是的 都互相看过这个双方的比赛 希望他们在这个 他们两个对决的时候能够抓住机会 对 找准机会 这是一个想象中一个接腿摔 然后把位没有把位没有抓紧 对 哎 加腿加腿 赶快推开 现在是这个双方护向在拼拳 对 应该这个拳加腿 打完拳加腿 会打得更好看一些 对 近距离的话就打完拳加个膝 是这个拳加蚝 那是这个拳啊 如果我们能够抓紧的 这个拳加腿 其实他并不是手没有拿起来 而是站到原地 而他打拳站到了原地 给对方一个很舒服的这个距离 他的头看他打拳的时候 他的头总是在仰头 这都是一个漏洞其实 比赛中养成的一些坏习惯 应该手拿高下巴收一点 低一点 所以平常的训练啊 真的一点一滴都要注意到 要不然你形成了习惯之后 你到擂台上想改的时候来不及了 所以说就是细节决定这个成败 往往这个你在训练中一个很坏的毛病 因为这一个漏洞可能就导致你这一场比赛的输 对 是的 好 第二局的比赛开始 推开 推开 对 这个比赛它不像三大比赛可以楼抱摔 抱在一起直接来加进背啊直接摔吧 来 继续进 继续进进 我是每一次看比赛我就着急啊 这个蓝方打后直前摆要收下巴要收下额 不然他这样打就会很危险 太危险了 对 这样打的话 红方闭着眼都能打到他的下巴 是的 后直前摆这个下巴要收 看他这个头 他的头一直太直 对 往上仰头一直太直 夹腿 夹腿 夹西 两个人一旦打这个护拼拳的时候啊 一定要加腿或者加西 尤其他们新领园都是打一下不打了 打两下不打了 像尤其像这样这个打法的时候 把一个后直前摆 这个时候完全是顾不上教练的指令了 对 这个运动员呀一定要听这个指挥教练 给他制定的战术 对 但是对幸运的人来说呀 一旦紧张的话是听不到 听不到 对 听不到下边来 觉得你下面教练声音很大了 可是他在 在这个擂台上的时候 他听不到你的声音 很多就是太紧张了 太紧张来导致的 继续进 好 还有10秒 你看看看 要不要不要不要动作 重备 小拳 好 时间到 这个节奏是挺快的啊 对 比赛节奏是挺快的 然后第二局的最后 又看到他们那个体能 又出现了问题 出现了 肯定也是跟四人战的有些关系啊 没错 因为刚刚进行了一场比赛 对于新人来讲 确实是一个很严峻的考验 这样子 准备 就去吧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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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帅 全正在 准备 准备 现在也是他们的决胜局 现在是第三局的比赛 这个蓝方要一直这样打拳的话很危险 不会输下巴 就老看着他那个下巴 总想要给他往里抠一下 没有打中的话继续往里进 对 别停 这句话就是狭路相逢勇者胜 但是动作多也是一个占一定优势的 是 现在他们的技术水平往往是防一下动作 防一单拳或者单腿往往都是很容易防到的 打那种已经没有用了 对 打连击 打一下继续进 其实在很累的时候啊 很累的时候这个打拳 打拳多打拳 因为打拳是节省体能的 尤其你做的时候飞膝啊什么跳起来动作啊 就比较消耗体能 现在他俩都是死壳来后支前摆后支前摆 对 体能下降的也比较厉害 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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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进攻 哇 总是慢了那么一点 对 还是受体能的影响 对 真的 黃君 其实在累的时候啊 其实减少 减少自己的动作 也是一种打法 还要十秒 一定要看准打 对对方很双方很累的时候 这个保护自己的能力就会变差 防御能力就会变差 没错 所以说抓住时机 对打一拳试一拳 对对 这样命中力会比较高一点 对 这个连续的作战 确实对这两位运动员来讲 是一个极大的考验 所以我们看游戏到第三局的时候 这场比赛真的没有想象当中的 争夺新锐之心的那种激烈的感觉了 现在宣布比赛结果 一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二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三号裁判 三十比二十七 比赛结果 红方上 三十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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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